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件衣服拿出来 嗯 真好看 你还记得这个吗 当然记得呀 你当年过生日 我跟你画的 你当时说 要带我去这些地方玩来的 我当时画了这么多地方 你最要去哪儿 等于毕业了 带你去看看 想去的地方太多了 但是每次问自己吧 答案都不一样 你还记得 你还记得 当初你送我这个的时候 我在准备那个二加一吗 记得呀 我记得当时 你下来那么大的决心 可惜面试没过 如果当时 我面试过了的话 你会愿意我去吗 当时愿意 现在不愿意 怎么啦 怎么了 没 没什么 就是好奇 想问问 已经好晚了 我明天的行李还没收拾 我们回去吧 回去吧 你会一直进学 你会在身上 你还会在身上 你还未经常 你会哪个小孩 我会知道 你会不错 我那年是 你每个小孩 你会变得 你会变得 我会变得 她的女人 我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儿趁薄呢 少叔叔 不知道这消息几点能到的 八点四十五 这门清啊 少叔叔 您有没有想过 要把萧雪 交给什么样的一个人啊 我还真没 我真没想过把她交给什么样的人 但我觉得呀 你这样的就挺好 真的 傻小子 我能拿自己亲闺女开玩笑吗 小郑师傅 外面有人找 来了 那我先过去了 快去吧 没看到啊 你这什么表情啊 这是久别重逢该有的状态吗 重来一次 行 没看到啊 张琪 我想死你了 这也差不多 我也想你了 行啊 行了 现在 别冒狗样了啊 你不也是吗 走 去小佳 请进 挺不错啊 都是自己的小佳了 你这次回来干吗 这不是要考研了吗 回来看看大家 自己待着啊 孤苦伶仃呢 还单着呢 单着怎么了 怎么不找一个呀 没人配得上我呗 一点都没变 还是那么贫 你这是打算 让小晓搬过来跟你一起说啊 还没跟她说 你打算怎么说啊 就 直接说呗 直接说怎么行呢 女生都需要点仪式感 你说行她说好 日后肯定有得吵啊 你在国外学的是像什么 是 我是谁呀 父女直友 相信我准备错 你盯着我干吗呀 我说你恋爱都没谈过 哪儿来这么多经验啊 你要是不相信我 你去问林世音 她恋爱谈不多 你想让小雪跟你一起住 嗯 你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 没什么 那你想让我帮你什么呀 你就告诉我 小雪她喜不喜欢那些 有仪式感的东西 不喜欢 不喜欢 那就好 但是不喜欢不代表不需要 仪式感是实实在在的 以后要拿出来反复回味的 张琪还真是父女直友